大家好我是李冠心 我是江天台 我是黃鵬鵬鵬 今天的標題叫做併購VS成長 事實上是老江叫我去找一找一些資料 因為最近最紅的是什麼 寶瑞 找完寶瑞就跌停板了 老江的問題啊 不是我啊 我不是 那已經漲那麼多了 我在講的時候一百多塊已經漲到八百塊了 不然你還要怎麼樣 對 也剛好 我告訴你 因為昨天上這個股市現場 這個另外一位來賓在講這檔股票 這支公司 我說老江 全台灣最適合的就是老江 罰人問金的時候三年前 我記得沒說股價七字頭要配八塊錢 這在頂尖 頂尖有講過 對 老江 老江說 殖利率超過百分之十 結果罰人問金 講完也沒漲才叫厲害 對 講完也沒有漲 嘿嘿嘿嘿 你是在小傑說我講了就去就對了 說不好嘛 說起來不好漲完了不漲 結果你看 我記得老江那時候說這檔股票是很好的純股標的 我記得這樣講 對對對 因為他真的過去幾年他 配息狀況真的是非常非常強 你看 其實包括你看什麼八塊七塊 這幾年有點 因為 好像股本有多一點 股本有多一點 因為他這幾年都有配股票鼓勵 所以呢 他還至少還配了多少 還配了大概 上年還配了5.58 結果你看現在 我昨天上股市現場 另外分析師 先玉講得好開心喔 現在要200 對啊 做面膜的嘛 對不對 你看你不知道說做面膜 尤其大家不要忘記了 解封之後 很多人 你現在看路上 路上很多人都像王伯文跟老江一樣 戴個口罩 你的意思是說只有你蹭口罩 不是不是 現在很多人 很多人 你看我們昨天去聚餐 大家還是戴口罩 很多人不戴 很多下年運來越大 而且我跟你講 我那個做捷運 我才跟李快在講 做捷運那個沒有戴口罩的 咳得最厲害 對啊 很扯 我那天在做捷運 我那邊跟他講說 一直在那邊咳 他就沒戴口罩 結果大家越閃越遠啊 不過你會注意到 其實路上敢沒有戴口罩的 都蠻漂亮的 最近你看又有一個新的病毒出來 聽說又蠻嚴重的 什麼病毒 變種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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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又戴 活動嗎 不是不是 COVID-19 又是COVID-19的病毒 變種的變種 對啊 所以你還是戴的比較安全啦 我來你告 你們兩個戴我就不用戴了嘛 就這樣子嘛 所以你脫口罩囉 所以你看 我就說投信是四月中才開始買 老江找他三年而已啦 不是 三年 你說股價賺 你想看看啦 你三年股價你如果可以賺兩倍啦 值不值得投資朋友你自己去想啦 而且當初老江跟大家講喔 純股 對不對 有沒有那個股息拿 有 真的這幾年去看 我幫大家貼了 對不對 他2020 2021 2022 2023 都有股息可以拿 沒錯啊 我們三年前跟你報告的 就是說有很多股票呢 他就是拿一堆埔域在那 你給他放著 我們最怕是什麼 放到這支股票下市嘛 這些好的股票你給他放著 第一個 如果說 還沒輪到他那時候就好像我們講的那個 我覺得這個柯文哲最近說一句話 好像那個包子一樣 我們就保護自己 慢慢慢慢等到那個時機一到 突出 你看看 柯文哲在什麼時候在美國講的 沒有 他在台灣講的啊 他就說他們現在來講要成績啦 不會啦 兩三年後 你可能就忘記柯文哲是誰 不是啦 我是說我們的人生應該是這樣啦 對不對 那從其實很多股票 我在講寶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我講要半年不去 那時候都百多塊嘛 差不多130 120 我講很久 這一些投資朋友你如果記得 我有一本書不記得 我等一下去拿來給各位 你如果記得我送你一本 這是什麼 詬病跟這個新谷的一個寶典 哇塞你 你寫的嗎 我寫的啊 哎唷 我等一下去 你怎麼這麼學問啦 你第二段我再拿來給各位看 對不對 好 我們就談到這邊啦 就先請老江分析一下 最近行情你要怎麼看 最近行情 小心喔 我在這個裡面很想要 小心會大跌啦 會幾跌啦 那幾跌破這個 我覺得這一次氣線會破啦 那幾跌之後會上來才有機會 那今天為什麼請李懷講說我們要詬病 現在來講到4月底之前啦 所以要詬病了 這一些 這個 鄉長我講這13個嘛 就是說 我們這家賣要比賽 你什麼準備好了 你看 今天有一家公司叫做那個地心引率 一家到底 販後轉賬 販後轉賬 販後轉賬1900多張 給誰 就 轉賬給倒股東嘛 倒股東是誰我們不曉得啦 因為這個還沒有出來我們不能講啦 那詬病這個題材是什麼呢 就是說有人要 我們現在去找的股票就是說 有人一定要買的股票 為什麼 股東會快到了嘛 拚輸贏了嘛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這些股票 所以流行來講 現在你看看之前流行軍工啦 流行什麼這個 吃喝玩樂啦 流行一些什麼 有的沒有的 這一些股票來講呢 現在流行什麼 流行探權嘛 探權在台灣才不能探下去 我來說保證沒有啦 保證沒有啦 應該很難啦 很難啦 那個要大公司才有 那沒有但是 今天我看到人家盤中連線 說 連續種 照幾個數目都算探權股嗎 真的要求二部 要求農林啦 然後還有什麼六伏 六伏不是養肺肺的嗎 我搞不懂啊 對 所以這個沒有 你探權要認定並沒有那麼簡單啦 然後像特斯拉 他因為那個 他那個是電動車那個可以認定嘛 沒有 光是一個探證證就很麻煩 沒有 不過啦 我覺得其實大家真的很少看到什麼 其實台灣探權其實做最好的 除了那些做紙的之外 就是水泥 對 其實水泥要去注意到 尤其水泥這些東西 因為過去這幾年 他們在做什麼探捕桌部分 他們其實他們下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這部分其實很可能比你今天看 我今天看到人家講六伏 我那個朋友黃靖哲跟我說他聽到人家講六伏他都暈了 六伏 太偏了啦 那我另外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那個聽說信義房屋買了一個島說要種樹 他後面講了一句話說 啊 草子剛是 剛種的起來 我沒有 我來我的土地製一些那些 那個草子來賣給大家 哦 人家土地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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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啊 你買探權大戶呢 對啊 探權大戶 我來我們那裡做 我們那裡做那個土地現在 一年才兩萬塊 哦 大概五分地才差不多兩萬塊 那做出來來種草 種草子我還可以賣人呢 對 我們比如李大春鄉種草啊 不是說探權啊 我講講大盤 所以我認為這個大盤在這邊有危險啊 台積電你看看 今天來講這麼大的利多這個也跌嘛 那最重要是什麼 日限KD在50以下啦 除非下個禮拜一 這個日限KD就高上來 或者在日限KD上都會急跌啦 但是急跌你不用怕 整個多頭格局還在 急跌你要找高票來買啦 我覺得主流還是在中小型股票啦 那中小型股票就是什麼 判權嘛 第二個來講就是詬病嘛 我覺得這兩個題材來講 反而這個時候是你布局的一個良機 的確 其實剛剛講到 李希寅李其實 這個李希寅的這個真正 背後老闆懷有點認識 這個有空我再問問他 是不是公司要看電話了 還是有課題了啦 他又換手了 又換手了 今天你看尾盤盤後巨額叫 他本來沒有老闆是 跟我們的好朋友一樣 名字叫松哥 對啊 他叫 我們都叫他松哥啊 因為算是一個滿大咖的 中國大陸的實戶 都還沒有賺錢 已經 漲到70塊了 你知道嗎 然後上次做私募 參加私募的是我朋友 其實裡面 大家可以查得到 所以說這些詬病的題材 如果一旦發酵的時候 大家 不容小事 對 好了我想當然這個 從這個宣議 也到這個併購 其實包括今天 我們看到 哇 其實講起來很可怕 你看華頓教授 這個是多頭總司令 王婆幫我們解釋一下 他到底講了什麼鬼啊 講了什麼鬼啊 現在我說 現在不是說死人骨頭 會出事喔 會出事喔 早上有一個事 薛瑞緣說 立法院都一些死人骨頭 沒有啦 結果他就沒說 人家不是說這樣啦 人家是去嘉義 我知道 他是去嘉義 他要演講 他說立法院裡面 什麼死人骨頭都有啦 對 結果有人聽不懂台語 自然就跟他講 不過我不懂那個 為什麼聽不懂台語 那個叫林維洲 我查一查台灣人 他說 你說我是死人還是骨頭 欸 老江最清楚 我們小時候知道 什麼死人骨頭 有叫什麼 什麼東西都有 那你說來聽什麼 什麼東西都有 什麼東西都有 但是是比較偏向 稍稍的比較 負向 負向一點啦 對啦 什麼死人骨頭就吃掉 對啊 所以 老實說我說 就是這樣子而已 結果 可以放大解釋成那個樣子 然後還請 不是死人不是骨頭 就是比較粗俗的話 還請龍蓋先生出來蓋 龍蓋先生 不知道說什麼東西 結果中天又做了一個大新聞 我昨天看了就很不爽 又貼到我的粉絲頁 你們這些不懂台語的人 其實是 真的就是母語嘛 對不對 老江最清楚 我想 王伯應該知道西浪骨頭 什麼意思嘛 對不對 西浪骨頭 那很死死人骨頭 至此是說 把他用到這邊 用到這個裡面來講 就是什麼都有的意思 就是 然後比較負面一點 對但是 就是什麼鬼東西都有 對 什麼鬼東西都有這樣 對啊沒錯 這個題外話 讓王伯先講一下 西科的講所 這個是華盾商學院的教授 這個是 也是 大大咖 西哥 西哥剛才那個 李快有講 算偏多 是不是多頭總司令 多頭總司令 我一直以為是你們兩位 那個偏多 這是 看很多的一個教授 他說 他說 他看了那個 聯準會的那個 內容之後 他認為說 美股未來六個月 恐會陷入困境 他對那個 經濟方面 他是比較 他是抱持一個比較保守 那是西格爾的看法 然後 接下來這是老朋友 老朋友 我們有很多老朋友 羅比尼 羅比尼 末日博士 他說聯準會 又希望能夠 貨幣穩定 經濟成長 然後 又 又希望說通膨不要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太太太太過了 所以 其實他的困境 是越來越多 他說 面臨三重困境 他認為是 missing impossible 我們的好朋友 末日碩士 上個禮拜有 這個禮拜有說 這個禮拜 進入KK園區 KK園區 對 結果王博搞不錯 他以為說我末日碩士 要去KK園區討生 我就不是啦 KK園區 是那個 意思是說台股很危險 對不對 王博搞錯了嘛 我搞錯了 他說 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以為他要找那個 Tom Cruise 去 他說現在其實 這連準會其實也很矛盾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面臨就是說 信用緊縮的問題 好像那個副作用開始 那如果說 真的像這些 大咖講的 那個信用緊縮的問題 沒有辦法處理好的話 後面可能更麻煩 好啦 這也是老朋友囉 那個大謀的威爾森 那個 去年的最佳經理人 那今年目前為止都看錯吧 到目前為止看錯 然後他其實他的內容也是一樣 他認為說 其實那個 那個 現在是那個在公佈他們的那個 財報 財報 他認為說 企業的那個獲利數字 比想像中的差 他認為說 其實 美股這次這樣漲上來 漲了一段之後 他認為 應該有可能要修正 超過20% 這是威爾森講的 其實威爾森今年就是 看錯嘛 去年是最佳經理人 分析師 好 那這個另外一個 這也常常出現在下一頁裡面 常常出現在我們頂尖 不只啊 常常出現在各大媒體 各大媒體 好 非法最喜歡寫 英王布拉德 對對對 英王布拉德 家裡有養老鷹 對對對 因為布拉德喔 他說 那個市場過度的高估了 那個所謂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衰退啦 他認為衰退沒有那麼 那麼嚴重 所以他覺得說 他會支持更多 更大幅度的升息 那我認為他就是不要插利 插利什麼信用錢 我就是要揉 揉個戲 老鷹飛出來了 哪有 不雕個兩三隻回去的 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是英王布拉德 但是也有比較偏割的 他本來是割 他本來就偏割了嘛 偏割然後有一陣子變鷹 因為有一陣子聯準會的委員 幾乎都是鷹 然後他又偏割回來 他認為說其實他看到現在的那個 經濟狀況 他認為說 再升起一馬就夠了啦 他認為說 五月嘛 五月再升一次就夠了 那升起一馬之後就停止升息了 那 其實我比較在意的是 我又沒有看到他們說 什麼時候降息 因為這降息很重要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三個 我沒有打包 如果是今年降息的話 我要請他們兩個吃飯你知道嗎 那如果是 不是吃飯 帝王 吃帝王蟹 一個人一隻 而且我告訴你 帝王蟹現在還漲價了 貴得很 一個人一隻 不是請一個人一隻 我出不了 我打包回家 打包回家 老江山很貪心 但是目前看來 好像我的機會又來了 因為我看一下他們 停止升息 但是沒有要馬上降息喔 只要在12月31日之前降息 我們就贏了 對對對 希望那個 你可以投降數一半 我們吃半支 我們吃半支就可以了 對 哎呦那 那就我來講 當然能拖就拖嘛 對不對 好 那這次波斯提克 也是偏哥啦 看到其實就是 因為有那個 矽谷銀行 還有那個 瑞士信貸的事 好 那再來是馬斯克囉 因為 我們上一個主題 談到那個 CharGBT 今天你應該 你少貼了 今天應該貼馬斯克放煙火 放煙火 炸掉了 炸掉了 上去一下子就炸掉了 可是他說炸掉 也在他的那個 預估當中 一定要預估炸掉了 他是這樣講 然後馬斯克說 他說避免AI為愛人類 他要開發另外一個 叫Truth GPT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正向良性的 他說什麼 現在的GPT 是用謊言在訓練 對 他不是用大數據在教嗎 他說都是一些謊言 他說他要開一個Truth 我記得他那種是這樣寫的 因為大數據都很麻煩 大數據很麻煩 他可能是 也可能是假的 假的去訓練他 因為 如果說你用大數據去訓 你的資料都是比較偏邪惡的 對不對 或是有心人刻意 那就麻煩了 那個Truth GPT現在很厲害 比如說你今天不爽 假設像我們之前去住那個 韓碧樓 覺得說東西很爛 你就說叫Truth GPT 你就把你的狀況描述一下 什麼爛東西 幫我寫一篇刻數 他把他寫出來了 很厲害啊 現在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不是有的那個學校 抓出來說 那個學生的論文 寫那個寫寫寫寫寫寫寫作業 對對對 然後說就是用GPT 然後他們說 其實你仔細看的話就是說還是 但是如果仔細去看他的內容 還是知道說 這個不是正常的語法 但是他就是能夠弄 那你說現在的小朋友 如果比較說 比較在混的 作業有交就好了 我管你對不對 那聽說現在有的學校開始在禁止 那就怎麼看喔 然後這個是巴克萊 巴克萊說因為 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 因為很多的企業被降頻的原因 他說 他說因為現在面臨所謂的那個 企業的降頻潮嘛 那他說有一些那個金融機構 那你降頻之後 你原來的債券 這本來可能是投資局 可能就變成不是投資局了 其實這方面應該 你快比我更熟 因為我買了一些債券 因為他喜歡買垃圾債 我買正常的債券 我都買BBB跟那個AA 那個AA BBB就不好了 BB是投資 還在投資級 到BBB而已 可是我跟你的那個 看你跟你的理專在聊 好像都是投資的 然後 我買Seagate有什麼投資 只不過被罰9億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這種債券叫做那個Fallen Angel 就是說它是一個墮落天使債券 他說這個墮落天使債券的規模 有機會達到2020年以來的新高 就是那個疫情之後的新高 大概600億美元到800億美元 他說如果這樣的話就是可能在市場上會有一些影響 因為如果企業遇到一些金融機構 矽谷銀行就是這樣出事的嘛 那個降品 其實我覺得就是這些信品機構說真的 他們真的在扮演一個很大的亂源 亂搞 這亂七八糟紀念 這一次其實矽谷銀行我們也知道 就是因為矽谷銀行先通知了矽谷銀行說 我們可能要幫你降品了 結果他去找高盛 那要怎麼避免降品 高盛媽找了一些方法 結果找到 找到什麼方法 什麼先賣掉賠錢的國庫券 對 然後再去買新的 對 跟MDS 然後再去 再去募資 然後再來買新的 對 然後最大的問題不是在這裡 最大的問題叫他寫信給他的客戶 說你們不要來提錢 你不要來拿錢 而且事後才知道 因為我們只知道說 三天之內被提了420還450億 事實上是 那一陣子被提了1000多億 提到都沒有錢了 對 提到最後他直接告訴你 我門就關起來了嘛 沒錯 就沒錢了 所以這很離譜啦 所以當然呢 這個我們這一次可以讓我們發現到 其實銀行真的就是 我們講過的嘛 對不對 賺賣白菜的錢 然後怎麼樣 賦賣白粉的風險 所以你看到到現在為止 還會叫你存金融股的 就是那些死咬著說 那個沒辦法 對 我要收錢 今天我貼了一張 我不知道這個王伯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個 一降功成萬股窟 什麼意思 他說呢 如果今天有 有一萬多人來訂閱我的節目 然後呢 我只要一個月收你99塊的話 我就有被動收入百萬 現在這種人不少你知道嗎 就是什麼 我有時候覺得很差差 就是覺得 什麼純古達人 他的粉絲人數都比我多 十倍二十倍 我粉絲人數大概一萬個 大概一萬個 人家是十萬個二十萬個 對不對 連那個王伯最近很幹掉的 什麼阿達馬孔古力 說三陽他講的 王伯明明就是 三陽明明就是王伯講的 對不對 這些人都很多 不過我說真的啦 跟這些人在意這沒意思 我們還是在討論說 到底什麼才是我們應該要去 這個建立買股票 因為跌下來才是好機會嘛 沒錯沒錯 對不對 我們給大家看幾個例子啊 我想這也是最近的新聞 雖然說時間有點久了 這四月初 我們知道現在最近 大家都要往南向 往泰國 往越南 對不對 這個見頂用一美元去完成併購日商 在越南的PCP廠 股權已經完成移轉了 當然為什麼用一美元 這我們就不想去研究 反正 這些併購的公司 你可以知道 他們之後越來越壯大嘛 對不對 你看到這些包括他說 整個跟日商的一個部分 其實見頂過去以來 就是一大非常穩定的公司 過去我們也在我們的頂尖對談 還有包括我個人的 這個已經夭折的節目啊 這個大怪奇士與小股民啊 當時我沒有記錯對不對 當時的一個 以那一天的衣服 欸 空一件耶 空一件耶 我還蠻喜歡穿這一件 所以蠻難看的 這一件我還蠻喜歡穿的 而且穿這一件的結果就是臉會變 因為白平衡的關係 臉會變得很難看 對對對 我以後不要穿這一件好了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到 其實那是11月份 那時候大盤很差 11月份大盤很差 我說你不知道該選什麼 好嘛 你選見頂 你投機一點選這個 選宣德 那見頂其實為什麼說是安全牌 它本來就是蘋果的非手機 PCB的主要供應商 不管蘋果做什麼 什麼什麼Notebook啦 或做一些其他東西裡面 其實都找見頂 而且呢我們要知道 當時股價 10月份跌破多少 跌破20年限 跌破20年限是該賣還是該買 說真的 如果一家好公司的話 就該買嘛 對 就該買嘛 而且你看到其實 連續三年1月超過11元 現金股力超過7元 然後你看到現在 它今年也公 它今年還沒公佈 它今年還沒公佈 但你看到 你回去看到當初 我們跟你講的時候 11月份 股價在80幾塊 對不對 現在的股價多少 已經來到最高118元 那你看到其實 這是很穩定的股票 你說118要不要追 不要追啦 有機會回到80或90塊的時候再買 那如果回不來呢 你去問劍頂老闆啊 在這裡啊 王景春啊 對不對 王景春啊 王景春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我在我的節目講過 這邊我們就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對不對 寶瑞來了 今天這個 今天電聽班的寶瑞來了 但是我就跟大家講 其實過去我也是 覺得寶瑞很爛 不好意思 100多塊的時候我覺得 這公司在搞什麼鬼 併購半天也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結果 事實證明我錯了 對不對 老江對了 你看到 我130的時候想很久 他這幾年股價 我故意秀這個給大家看 對不對 九年 他這九年下來股價呢 對 股價從31元漲到850元 沒錯 為什麼 因為他這九年收購了六家工廠 那你包括什麼 這個你看這邊有一堆什麼 衛採 衛採什麼台南廠 衛採台南廠 然後包括什麼 包括聯邦製藥 包括這個 易邦製藥 包括所謂葛蘭素史克的一個 加拿大藥廠 那我們說你不知道葛蘭素史克在幹嘛 你就知道 對不對 你看到 他這些公司其實說真的 衛採也是很大的 衛採前一陣子就是我們講過 好像跟 不知道跟哪一家公司 他去開發阿斯海默症的一個藥品 這都是很大的藥廠 結果你看到 其實好像也沒有花多少錢 3.9億 4億 5.5億 8.3億 可是你看到 他的股價從31塊漲到850元 對不對 他真的是一家還蠻厲害的公司 當然除了保瑞之外 其實台灣 最愛詬病或入股公司的 是誰 台達電 你看到 台達電這幾年 新聞有寫 他的市值這三四年來增加了 將近三倍左右 沒有錯嘛 對不對 那你看到台達電他做什麼事情 2017年公開收購金瑞 55% 當時用98元收購 收購完之後股價混了很久 2020年 甚至跌到58塊 可是你看到現在 我們不是事後諸葛啦 對不對 你看到現在對不對 現在股價200多塊 對不對 2018年的時候 這個鄭 應該說鄭平的弟弟 還是哥哥 就鄭安 一個叫平一個叫安 不知道是誰弟弟誰哥哥 反正 鄭安其實是台達電的一個部門的 另外一個部門的一個 執行長的部分 然後他去 擔任了立端的一期董事 當時他自己買了 大概1.76的持股 後來你看到台達電開始買 開始買 台達電2020年呢 甚至去認購了這個私募公司債 當時轉換價是55.6元 通常我知道私募的話 三年後可以轉換 轉換了沒有 應該還沒轉換啦 那轉換之後呢 台達電是15%的一個利端 利端這一陣子 前一陣子最高漲到多少 漲到130元 好 那我問你 私募公司債 跟一般公司債 有什麼不一樣 我不太知道耶 我跟你講 私募公司債 轉換成的股票 是私募的股票 還要等三年才能夠 所以他三年後再三年 對 私募公司債是這樣 就是說私募公司債 轉換成的是私募的股票 哦 這樣知道了吧 三年加三年喔 對 而且你講說 這個最詬病的 台達電是很大 其實台灣很多 環球晶也是 也是啊 對啊 國際也是 這都是詬病的當然 其實詬病最大的是誰 你知道嗎 誰 不是台達電 誰 鴻海 鴻海 你看詬病多少 算了 算啦 從那個詬病華生開始 華生本來要給你 你知道嗎 華生後面改洪準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詬病的 我先跟大家講 其實 老江有所不知 鴻海其實他做的是 玩資本遊戲 我知道 他那個詬病 詬病完之後 他還詬病國際對不對 國際後來沒有再出來 有啊 國際的訊息啊 沒錯 我跟你講他是玩資本遊戲 我覺得這個偉大程度 不是這樣比你的 這不是要吐槽老江 是 詬病人人會詬病 但是你要說詬病 真的是一直靠著入股人家 你說 他入股一堆啊 沒有 但是人家 重點是在印股票換鈔票 你看那GIS 對不對 是不是換完鈔票走了 對不對 一大堆股票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同的態度 我是 講說真的是一路一路詬病的 類似我們剛剛講的 像寶瑞 寶瑞一直吃一吃 越吃越胖 詬病的一個方式不同 但是就是說有很多這些 真的很多這種公司 台灣比較大的公司 都是詬病 都是靠詬病 除了台積電也是啊 台積電那個時候買四大半導體 有嗎 那個時候台積電跟聯電兩家是 差不多的 你知道嗎 的確沒有錯啊 所以我是跟大家講到說 其實這種比較靠 應該說詬病就是一個 非常大的成長來源 因為吃公司比較快啊 沒錯 但是有些公司不是這樣 有些公司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就是說 被吃的 我那個時候講 講這邊我講台積電的故事給大家聽 台積電當初去買四大半導體 我剛才去買四大半導體 買十三塊 十三塊 那那個時候台積電大概是 那個一百五十塊左右 兩股換一股 兩股換一股 那再加上全息 我們大概是賣大概七八十塊 你買十幾塊 而且那個時候主導這件事情的人 就是胡錠五嘛 大家都都笑 因為四大半導體 它的根本都沒有技術能力 只有工廠而已 但是台積電就硬把它買下來 但是從買下來之後 台積電就奠定它在業內 因為它的產能就變很大嘛 所以台積電跟聯電來講 它的差距就拉得很大 這個我有談到 喔 沒有錯啦 其實真的是靠詬病嘛 但是你看到其實 我們講到其實包括像台積電 或包括什麼環球金 環球金也是 我記得它剛掛牌的時候是 七八十塊 沒錯 現在多少錢 現在就算跌了半天 還有四百多塊吧 你要看它的股本變多大 對啊 所以真的是很厲害 詬病你不是只有看它的股價 所以 你要看它的股本 出來那個市值會有多大 所以有一個說法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你看到那個亞馬遜 對 亞馬遜事實上你看到 亞馬遜這叫很神奇的公司 亞馬遜股本也很小 對 它股本很小就算 它好像我記得沒錯 它也不配現金股息 它就是一直買自己的股票 越說越小 而且呢它不斷在吃公司 它看到你不是要把它吃下來 它不是說那種 類似像英特爾一樣 吃下來之後還要 這個什麼摩比歐 摩比歐它是不是還要 把它重新包裝在上市 它不是要做這種事 它就是把它吃下來 所以這種一直吃公司的公司 就是它越來越壯大嘛 蘋果最近也一直吃啊 對啊 沒有錯啊 所以你看到其實類似像這種情況 我們剛剛講到 台達電 包括它去這個利端嘛 對不對 利端然後包括台達電還有其他入股 其實這些入股 你就比較沒有注意到 包括什麼 2020年7月去跟什麼 液電智慧能源公司 就液電智慧能源也上新聞了 它跟GOGOLO合作 那GOGOLO能合作什麼 合作充電樁啊 可是現在這家公司的零組件 事實上是由台達電 來提供 它跟它合作什麼 虛擬電廠 2021年12月呢 赤資25億 去收購美國精密自動化公司 它叫什麼 UY什麼 HOLDING什麼的 然後今年的一個大動作 這個就很有意思了 這個2023年去入股 這家公司叫慣性電腦 你想想慣性電腦在幹嘛的 其實慣性電腦是誰開的 今天慣性電腦其實是 是王雪榮他們開的 然後呢 請這個酌火土啊 當執行長 酌火土以前就是 宏達電還沒有轉型之前的執行長 對不對 然後呢 台達電入股 它在做什麼 它做精簡型的電腦 遠端電腦陣列 然後呢 這邊就出現這個 這個 鎮安的名字啦 它叫做 台達電基礎設施範疇執行副總裁 叫鎮安 他說這個併購案 會強化台達電在資通訊基礎的 產品跟基礎佈局 所以你看到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保瑞 包括講的台達電 包括甚至這個 包括像這個什麼 國聚啊 國聚其實這幾年很明顯 你看到 我記得沒有錯 他之前應該說 大家沒有錢的時候 他在幹嘛 他在詬病啊 去年10月份那個時候 他在減支停牌的時候 他好像是併了兩家公司嘛 對不對 併了兩家公司 其實你看到他的 後來併下來 其實我想這個效果 理論上重效呢 如果不錯的話 不管是這個母公司 或不管是子公司 事實上 都漲 甚至我們今天沒有舉到一個例子 有家公司 王博文應該很熟 叫神機 對不對 神機 神機吃了什麼 神機吃了華福 以前華福 也不是他們的公司 以前豐達科叫做宏達科 是一家快要倒掉的公司 對不對 你看到他吃下來之後呢 就現在是什麼 母親也很強 公概念股 對 母親也很強 兒子也很強 所以我想呢 其實這些併購啊 如果說一個正向的發展 如果說一個應該說 正向發展 這個真的是有可能說 母親也很強 兒子也很強 甚至包括說 在未來資產市場 應該說 未來的市場當中 創造更大價值的 好 等一下 我為什麼要去講洪海利 我不知道 我們還有一檔公司 被他收走的 我們講的 哪一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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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分 二三十元 結果後來洪海利 漲到快兩百塊 錯喔 你根本錯了 他們如果聽我們講 他們就買二三十塊了 對 郭董入股價是91.5 沒錯 就是我們講的 對啊 所以他入股價91.5 他如果聽我們講 他不是聽我們講的啦 他聽我們講的 他就買很便宜了 對啦 對不對 不要搞錯了 他們自己會去研究啦 他們比我們 你看 他們又比老江賣很久了 對又賣很久了 剛剛那個玄遇 賣三年 這個大概賣 賣一年多 賣一年多 就是說三十幾塊 我記得沒錯 那時候是不是憲徵還怕沒有人要認 對啊 好好笑 怕沒有人要認 結果後來 我們講完之後 後來整個股價飆上來 對 最後還認到91塊 那時候外面還 台康市喊多少 喊500 對 我還跟我朋友講說 廢話不多講 下一階段回來 我想呢 包括一些併購的 或包括這一個 應該說包括這個 未來 這個時候 盤跌下來 什麼樣的股票值得布局 我們再跟大家做分析 OK 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